大家好 現在拍第二輯的綠醬 現在已經拍了一輯綠醬 現在正在吃宵夜 但是年初九 年初九的好日子 在這裏帶著mino 我喝紅酒 我就喝杯紅酒 多多每晚喝 始終是年三十晚 但到這九一時間 我一直都是慢慢吃火鍋 所以你看我錄像也是 我覺得始終吃火鍋是胃口大開 當然 我老闆回來已經很晚了 這個時間大概是1點26分 本身每一天早上我開車上班的時候 我都說晚了早點睡覺 但怎知道回家之後 始終睡不到 始終要有一種娛樂的時間 所以有時控制不到 就是這樣了 在美國生活 比較沽躁 但既然在家裡能夠吃宵夜 那也是有少許樂趣 先吃點菜 很美味 那麽 很美味 沾沙門 很美味 好像很痛 我等你出來做節目 你先做節目 你兩個人做節目挺好的 嗯 嗯 嗯 是 可以 把瓜回來就首先第一時間沖涼 這些瓜子又容易剝些 嗯 嗯 好像我一剝剝新瓜子 就很投入 嗯 我 魔瓜子特別快 我是熟雞 雞 那些乾就醉了 一張一張 哈哈 哇 嗯 對 嗯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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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時間已經是年瘡狗的1點30分 現在就當是以前好像在大陸那樣就是晚上吃宵夜 很多人就是比如說在廣州的個體戶 其實個體戶的生活也是很煩躁無味的 它也是從早開到刻的 早上7點就比早市多 早上6點多就已經是開不口了 一直做到晚上11、12點 甚至做什麼檔口都是只有晚上才有娛樂的 所以很多時候會出去外面吃宵夜 是一樣的 但反而那些打工一族就是朝9晚5 晚上5點半鐘都可以下班 雖然它賺的錢不是多 或者有些個體會賺錢多 但是你付出了當然沒有娛樂 像媽媽族它錢不多 但起碼它的時間會比較空閒些 特別是五點半鐘下班 那回家吃飯 看電視 又可以吃宵夜 又可以自由 所以各樣各樣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總是覺得 人生沒有十全十美 你要賺錢 就犧牲了自己的娛樂 你要娛樂 就沒有什麼機會賺錢 所以是沒有辦法可以兼顧到的 你才是個選擇其一 因為大陸飯你說很多做生意的人 他有自己的時間 他們滿腦子都是想生意經的 他們的腦袋從來都沒有停過的 24個小時甚至睡覺 做個夢 都是生意上的東西 雖然他有時見到他不一定是上班 但是他們的想法是非常之什麼 所以他們會經常說 做一個普通的人是多開心 但普通的人就說 開什麼心 我們沒有錢 你們整個億萬 你們還羨慕我們 你們只有一個開玩笑 其實人是這樣的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就是這樣 所以佛家說 做一個平淡的人是很幸福 捨得捨得 有捨得哪有得 基督教也是 就是 耶穌說 耶穌 我們這個主曾經說過 人要開心 就是 要跟著煮走 但北宫是怎样的 宗教来说 北宫是佛教也好 耶稣教也好 都是教人 一句话 或者不要看钱看得太重 那就会比较开心 所以当然佛教来说 我接触比较多在国内 叫做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 在网上呢 曾经有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讲一个女的 读书是很厉害的 从小读书是一个 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 她又去了欧洲那个不知什么国家 读了书 三十多岁就已经成了博士生了 回到中国来说 她一直都是前途无效 因为她这个人是追求涉型的女人 不但读书 她还要追求物 后来她结婚就生了个女人 但是她的读书是非常好的 哎呀 谁知道 你生了个癌症 那一下子就全部打乱了她人生的生活 那她后来呢 就说了一句话就是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其实我 她奋斗了这么多年 其实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叫做重来的话 她不会再读书了 也不会再为了事业而去奋斗 她只是想过一下 真正的生活 她说为什么会患这种病呢 她说在 在欧洲读书的时期 她吃东西是很随便的 为了学习 她又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 全部投入在学习的工作之中 三十多岁 其实她又真的是一个人才 但是这个人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所以她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可以重来 这些人才是太强求 最幸福的就是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 所以她是说了这些人身左右鸣 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 就是说 人活着就是要追求的 所以 当然她说的不是百分之八正确 因为她又患了病 患了绝症的时候才说这些话 或者 如果是健康的人 她当然就不可以帮你理解 所以 当然人生 每一个人都有 讲话的权利 你不能学他 如果这样世界上就没有进步 是不是 人生就说 不拼搏了 不去努力了 不去努力了 什么都不行 只不过是她去告假一种 一种 人的一种道理 就说 很多东西 你自己看 但是现在我去想一下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一直都是很少做事的 但是现在 如果你说不做事的话 专职 享受生活 都是不现实 那怎么才能够充实自己呢 除了拍绿像之余呢 我都会这样想 不如在这个 环境之下 能够学好英文 在工作之余的时间 既然有这样的时间 给你学一样英文 我都这样想的 如果你真是 学一些英文 这样 学会了之后 那你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可能更正确一点 因为你离开了这个工作单位之后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习的 你说专职这样去读书 专职下来坐 学5元10 是吧 以前我们中国古代说 受挫都是 给米折磨 你连米都卖不起了 你还学miss 是吧 所以我都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都知道道理 所以说 如果我打扮这份工作呢 最好就是能够 要学习 不要浪费了时间 习大大说 打铁还需自生雅 这句话就是 你只要你有本事的 你绝对不会盲没到你自己的本 我就很相信这句话就是 如果说我Peter是有本事的 我绝对不会埋没我自己的才能 就是这件事 一定要自己去努力 那如果你说在 人在海外 在洛杉矶来说 你肯定是要 这个英文关系很重要 哪怕你是很懂得中文也没用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 你讲中文聪明就可以 你要讲英文 因为你每天去一个地方 你都要 你都要适应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是需要英文 那你如果是能够懂英文的 那你如果是能够懂英文的 愚苦添滅 那这样 你就能够达到你自己 有本事 就你很多本事都好 你不懂英文的话 都是不行 所以我这两天 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 我本身很想迟这份工的 但是我想一下 迟这份工 我又去喝茶 又学不到东西 一年一年过 好像似乎浪费了 所以 就大大说 打铁还 所以 自生硬 这句话我们很清楚 你只要有本事了 哪怕你就是一分钱都没有 你就很容易 能够 你只要是一个人才 你只要是一个人才 去到哪里都是 会发光发亮的 你好像这样 很多人说 大陆现在发展很好 但你的问题是 你是不是一个人才 如果你是一个人才 当然大陆发展是最好的 所以 我又在网上看过 现在很多年轻的科学家 都是报校祖国的 在美国二十年的 学成了之后 现在就是 回到中国发展 他们是学了 有了真本事 他们真的有爱国之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本事的东西 你怎么回国 如果一个人没有本事的人 在哪里都是没有本事的 所以说的话 说道理就是 是 为什么中国这两年来说 为什么科技拔飞难进 就是很多 早期留学 出国外的人 他们就是 是 不但拿到文贫 还有很多的经验 他们有聪明的东西 学习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报校国家的时候到了 等于以前讲的 有句话 是 祖国强盛 匹夫有贼 要报校祖国 想要自己有本事 这个时候 中国正是 对好 这两年 中国出了很多政策 就是 天下人才 招惠人才 为我所用 因为以前 中国还没想到这件事 人才的重要 全世界都是抢断人才 包括美国也是 美国为什么这么发达 就是人才制制 他将全世界的人才 给他好工作 给他好待遇 美国才会有 今天的老大哥 老大哥的身份 那我们中国 现在已经是 看到这方面了 知道 一个国家的强盛 就是人才 人才是关键 所以中国 已经是 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 所以很多海外的 以前的 有所成就的 在外国已经是 掌握了 技术的 留学生 现在 通通都回中国 开公司 因为现在的政府来说 我看了网上 政府是鼓励 一些人才回来 还要给你资金 同样学了美国 我给你资金 你只要认真 帮我发明 创造 所以现在 中国的很多科技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你看深圳 那个 无人駕駛 那个技术 那个设计者 就是 在美国 那个留学生 在美国已经是 三十年了 这个时候回中国发展 学有所成 所以现在中国很大的 很多那些 那些 那些发明创造 全部的人都在美国 已经是 在 在硅谷那里 就学了很多东西 现在他们满脑袋 都是知识 带回中国 这些叫做 步校祖国 但如果没有本事的人 回中国 就不是叫做步校祖国 是拖中国的女 好像我们那些 没有什么本事的 回到中国 就是拖中国的后腿 我们要鼓励那些 有本事的人回去 没有本事的人就 最好就是 不要回去 这个是四十 就是这样 就是 弱肉强食的社会 就是这样 但当然这个是对不对 其实是对的 多些有本事的人回中国 没有本事的 留得在美国 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在很想说是 人才 一个人才 顶得千军万马 以前古代也是 一个 打江山的人 就是说了三个演义 这样说 刘比得到诸葛亮 才能得到熟国 因为刘比北京 虽然是皇家子孙 但是 诸葛亮 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他得到这个有才能的人的辅助 他便成功了 所以人才很重要 我又想到中国 为何五千年文化的人一直 都是危力不得团结 但是关键时候 为何会 五千年一直都是危力不保呢 证明 一点 真正有料的中国人 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需要 要报效国家 你没有料人 你怎么报效国家 那你不要回中国 你回去都是 唉 什么世界都是这样 但是美国也是 他都喜欢一个有本事的人 立在美国 不收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 在美国 因为 没有本事的人 去到哪个国家都不受欢迎 因为他不会给一个国家 繁明的财富 所以我对中国 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 就是很开心 美国之所以是很发达 就是因为他很重视人才 等于 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这样的 苏联人就是 拿了金银珠宝 运回到各个国家 但是美国 就从来 他没有将那些金银珠宝 运回自己的国家 他将那些人才 全部运回来美国 所以 人才 让美国 做到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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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国是给 我俄罗斯的人 可以 俄罗斯以为金银财保可以得到吗 没有用的 人才才可以 可以创造财富 你有财富 你的头脑很简单 你的财富都不是真自己的 所以人的头脑是很重要 没有本事的人注定是 捱穷的 这句话来说 如果作为基督徒来说 耶稣说 安慰人 知足者上落 好 所以很多時候 慢慢我體會到這個很深刻的道理 就是 什麼社會 都是靠老吃飯 不是靠體力吃飯 美國之所以這麼先進 就是因為它是發明創造 真正在美國的有錢人 其實不是說奮鬥出來的 是他們是創新 像愛迪生一樣發明了電燈 愛迪生本身是窮光彈 還要是失衷 有個耳朵被人打了巴掌 愛迪生當時坐貨車的時候 被人一巴掌蓋著耳朵 但因為愛迪生喜歡發明創造 發明了電燈之後 他便成功一萬富翁 所以關鍵關鍵就是要改變命運的 就是要靠一個老袋 所以我從來不主張說 靠辛苦賺錢 但是辛苦賺錢你也要有料才行 如果你沒有料 那你就說 這樣就沒用 只有一個說就沒用 只有一個說就不行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 有本事的人始終會埋沒你的 就是不簡單 所以我今天看一篇文章就是 中國有幾個 現在中國有七個少年 是三十幾歲而已 不是 四十歲的人 他們